赵峰会被重罚吗 我今天都会说明抱歉 一连说了超过十次的抱歉 赵峰金控前董做蔡友才 面对媒体脚步加快不愿多谈 赵峰银行纽约分行 涉嫌洗钱事件的真相到底为何 就连总经理吴汉清也一致低调 你们在管理上面有没有疏漏吗 我不想 我完全不知道 吴汉清从下午两点进到金管会后 待了四个多小时先不出大门 但蔡友才直到晚间九点左右 才离开 约谈超过七个小时 金管会主要厘清四大疑点 包括为何赵峰银行法遵功能不章 以及没有依照规定申报可疑交易 另外未能执行充分的审查客户 总行对纽约分行缺乏监督 如果以后会被追溯行政责任的话 您会负起责任吗 我委会长信息金管会 不过先前才传出 蔡友才拒绝财政部约谈 为何舆论升温 这次金管会约谈又点头答应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去查好不好 花了很长的时间 请蔡董事长详细的说明 那我们会继续 就相关的市政来查证 金管会表示行政院 已经组成专案小组 预计两周内完成国内行政调查 同时只派检查人员到纽约和巴拿马分行 进一步调查 让真相尽早水落石出 记者陈子芬 李文科SNG小组新北市报道